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G話QR時間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有些跑者問到 腳到底要前腳掌著地 前腳掌著地 還是腳跟著地 哪一種方式最省力呢 好 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三種落地的方式差別在哪裡吧 首先 先拿起來 那我們第一個要講的就是前腳掌著地 前腳掌著地 到完全著地到離開這個瞬間 時間點留在地板時間比較短 相對你的腳停留在地板時間越短的情況下 經濟性就越高 這個時候就越省力啦 那第二種呢 就是拳腳掌著地 拳腳掌著地這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他比較推薦給出街跑者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拳腳掌著地的瞬間 你的拳腳會分擔你的全身體重 一到兩倍的體重 這個時候著地的瞬間 衝擊性比較小 相對於出街跑者來說 你的肌力比較差的情況下 拳腳掌著地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相對他的經濟性 就比剛剛的拳腳掌著地來比略差了一點 那第三種呢就是腳跟著地這件事情 腳跟著地 對於你的衝擊性是最大的 因為腳跟著地的瞬間 他會直接傳導到膝蓋 這個時候腳跟著地的情況下 會導致你的膝蓋跑到後面 可能有一些受傷的情況出現 這個時候就不太好 所以腳跟著地是絕對 絕對不推薦大家在跑步當中做使用 走路的話 會有腳跟著地 OK 因為衝擊性比較小 那你跑步的時候 一到兩倍的體重 如果是腳跟著地的話 對於你的腳很容易造成傷害出現 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全腳掌著地 全腳掌著地 還有腳跟著地 差別在哪 全腳掌比較適合 比較有一點點基礎的跑者 這個時候經濟性比較佳的情況下 對於你跑步當中會比較省力喔 那第二種跑者呢 是全腳掌著地的跑者 這個時候比較適合出街跑者 因為在你肌力比較差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衝擊性比較小 比較不容易受傷 那最後一種就是腳跟著地 腳跟著地適合的呢 就是進走啦 進走的時候才會用腳跟著地 如果你平常是跑步的話 個人其實不推薦你用腳跟著地 因為衝擊很大 對於膝蓋來講是很傷的 好 那今天就簡單分享給大家 牽涼著地 中足著地 還有腳跟著地 大概差在哪吧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們幫助啊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